第1位是牛頓定理 又叫一次有理因式減壓定理 牛頓定理 他有三個前領 這個在學生負习是有的 fx屬於什麼 屬於zx 整係數多向式 第二個ab要負值 第三個ax-b必須要fx的因子 滿足這三個的情況之下 那目前fx它是一個整係數 它因倒是anxn次方 加上常數項這樣是a0 OK 對吧 所以我們發現會得到什麼 叫前面是前面的因素 後面是後面的因素 你可以把這一個節奏版畫一下 什麼叫前面 這個前面是前面的因素 這個前面前面的因素 後面後面的因素 這是後面這是後面 後面是後面的因素 就OK 注意一下牛頓定理 基本上有幾個要注意的 第一個要注意是它沒有逆推的性質 簡單說一定這三個當前提 這個是結論 這兩個不可以交換 不可以說滿足這個 滿足這個折推這個 不行 結論一定是這個 它沒有逆性質 第一個 第二個 為什麼這ab要負責 為什麼ab要負責 為什麼ab要負責 這個條例如果沒有的話這個對嗎 當然不對 要解嗎 但這個證明當然 你必須用因素定理器把它處理一下 OK 不過我想你看這個證明 你用什麼方式來想就可以 把它想成因素分解 什麼意思 現在如果說有一個什麼 你看如果abx 你用這樣減中 2x的平方減掉3x 再減掉2就這樣子 好這個因素分解可以21 這個什麼 這是21 這個是負的這個正 看好吧 對不對 所以變成2x加1乘上x減2 好 這個是它的因素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2是不是2的因素 1是不是2的因素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這兩個相乘會等於2 這樣這兩個相乘等於他 對不對 如果abc的整數 對不對 這個乘這個會等於他 所以它二大是因素 這個它的因素 沒有問題 再來 這個乘這個是不是等於他 所以後面這兩個 當然就是它的因素 聽懂意思嗎 這樣可以 所以其實它就這樣來的 你用因素來想就對了 不要想太複雜 另外一個 為什麼要求這兩個要負值呢 現在21有負值 當然可以 為什麼 因為你看 這個式子有這個因素 其實我們可以怎麼寫 我可以寫成2分之1 然後4x加32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這個也對喔 那這樣也可以這樣寫 所以這個基本上也是它的因素 也是喔 所以有這個因素 一定有這個因素 好啦 那如果是有這個因素的話 告訴我 4是不是2的因素 就不對了嘛 聽懂嗎 這有問題的知道嗎 為什麼有問題 因為你把這個倍數增加 你可以無限制增加 無限制增加這個什麼 本來是22的因素 一增加當然就不是了嘛 所以為了要求負值這個原因 如果沒有這個條件 就會造成這種現象 它讓它因素 但是怎麼樣 卻是不是2的因素 OK 這就跟你說明一下 牛頓利是這樣子的 是這樣子的 那麼牛頓利基本上 當然說 如果這個是椅子 可以推到這個對不對 可是今天常常是這樣子的 我要判斷到底 這個是有沒有這個因素 有沒有這個因素 了解嗎 我們真正做的是 有沒有這個因素 所以常常是看什麼 如果有這個因素的話 它會有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常常是 用這個條件來判斷 它到底有沒有這個因素 同意是嗎 比如說我們現在什麼 fx 它現在小2x幾次方 2x三方 加上x再加上2 就是這樣子 如果它有這樣的一個一次因素 基本上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A是2的因素 B也是2的因素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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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學好像 好 這樣上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曉得 如果有這個因素的話 根據因素定理 就像是fa分之b等於0 意思是一樣的 有這個因素等於這個意思一樣 這個應該還記得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說牛頓就找一次因素 其實你如果還記得 牛頓就叫什麼 是找有理根 a分之b可以叫根 對不對 因為ab都是整數 所以才有有理數 有理數的根就是有理根 那ab是2的因素 所以2的因素有哪些 有正乎1跟正乎2 b3的因素有正乎1跟什麼 正乎幾 正乎3 我的意思是 這個方程式 如果有有理根 它的形式只有這些 沒有其他形式 因為如果有這個根 它一定要滿足它 我們所有滿足它 全部類出來的 所以它的有理根 一定屬於這裡面的其中一部分 那做下來是正乎1 正乎3 正乎1 正乎2分之1 正乎2分之3 那這8個都是他有理根 當然不是 因為我們 你們怎麼說的 它是說滿足這個 有這個條件 比如說滿足這個 就一定要對嘛 對不對 剛剛這樣說的嘛 剛剛是為什麼 我們先滿足這個 去推它嘛 結果你滿足這個 這條件 你就一個一個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 好有沒有1 一旦講有沒有合不合 負1跟合不合 如果我們發現 如果多不合 就表示什麼 這個方程式根本 就沒有什麼根 有理根 沒有有理根就是表示 沒有什麼 沒有一次因素的意思 聽到嗎 如果要有一定是這些嘛 就會發現這些都不合 表示它一個都沒有 所以你對於它本身的概念是這樣 好了 你這邊可以寫一下 可以寫什麼呢 旁邊寫一個討論 因為它A-B的意思是這個因素 所以可以推得什麼 就是F5A分之B等於0的意思 所以看到這一個 等於看到這一個 對不對 那A是前面的因素 B是後面的因素 所以這個叫什麼根 這個叫有理根 這個叫有理根 這個以前在複習應該是有的 那分母A是前面的因素 所以有理根叫前因分之後因 前面因素分之後面的因素 所以以後你看到這一個 要確定它所有可能的有理根 你二前面就是二嘛 前面的因素就擺在這邊 這叫前因 那這個什麼 這一個部分就是後因 後面的因素有這些 那除下是所有可能的有理根 好了 那牛頓定理除了要找一次因素 或者有理根之外 其實牛頓定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我們在學生沒有講 可是直考要講就是什麼 證明無理數 證明無理數 好嗎 好嗎 OK 既然這樣寫的話 來它的什麼樣 對不對 來就是第一 討論1好了 這是我們的1 然後再討論2 牛頓定理 牛頓定理的主要的功能 兩個 第一個找有理根沒有問題 找有理根 找有理根就是找一次因素的意思一樣 另外一個是證明什麼物質 證明無理數 證明無理數 這個例子 怎麼叫證明無理數呢 來 例如 San wolf 請證明 更號三位無理數 怎麼證 更號三位無理數 其实证明根号上为物理数 我们前面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学到数论的时候 其实有人是利用什么 物理数的定义 其实物理数定义是相对有理数的 什么叫有理数 可以表达成分数的形式 叫做有理数 所以一般来讲证明物理数 我们以前常讲说假设它是什么数 用反正法 假设它有理数 假设它有理数的情况之下 可以成P分之Q P分之Q等于根号三 然后把它什么样 把它 假设它有理数可以这样子 把它整合过去两边平方 再用一个因子的关系 可以证明出来矛盾 可是这样做麻烦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用牛顿力来证明 其实是很简单的 什么意思 我们就令X等于根号三 对不对 所以两边平方 X平方等于三 就是X平方减三等于0 对不对 好了 这是一个整系数方程式 这个整系数方程式 如果有有理根 一定是前一分后一 所以有理根 这是一嘛 所以前一分后一表 算是有理根 一定是有正乎一跟正乎三 所以你把正乎一跟正乎代进来 发现多什么呀 是不是都不合 是不是都不合 没有错吧 它如果有有理根 只有这四个 正一负一 正三负三 一代进来合不合 不会合吧 负一 三 三平方减三不会等于0 负三一样 所以但发现多不合 表示这个方程式 没有有理根 所以 可是根号三又是这个方程一个根 因为这个方程是根号三 平方得到知道吗 对不对 既然确定它没有有理根 那根号三又是它其中一个根 所以根号三就是无理数 这样讲还稍微少了一点点东西 我们想到不是有理数一定是无理数吗 这有问题的知道吗 不是有理数一定无理数这块是有问题 问题在哪边 问题在于虚数它不是有理数也不是无理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如果你在这样子会更完整 因为根号三是这个方程一个根 了解 而且这个方程是确定没有什么根 有理根 了解吗 又根号三什么数 为实数 好 在实数里面确定不是有理数 那么它就无理数 根号三是实数是对吧 要不然刚实数把它点出来 实数里面不是有理数 那么就一定是无理数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 这叫证明 真的吗 证明你这哪种情形 它教得非常清楚